小月顶上的日子,十分空闲散漫 枪炫说神农山和武神山一样,其实不对 武神山没有记忆,可神农山,泽州,旨意都有大多曾经的记忆 不管走到哪里,都能想起过去的事情 小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想面对过往,还是真的懒惰 反正她哪里都不愿去,枪炫提议她像在武神山时一样 在旨意开个医馆,小妖也不愿意 每日,小妖都是日过中天才起 起来后,有一搭没一搭地翻一下医书 只有炼制毒药的时候,她才稍作精神点 皇帝看她实在为你,好心地建议 防风家那个小子,叫防风贝,对吧 我看你们玩得不错 怎么这几年没在一起玩了 你可以找她,陪你四处逛逛 皇帝不说,还好 一说小妖更加为你,连毒药都不愿做了 整日坐在裤下发呆 一日,皇帝把小妖叫了过去 领着小妖走进一间竹屋 屋内陈设简单 就踏头的一个玉石匣子,引人注目 皇帝对小妖说 这间屋子是炎帝生前所居 虽然已经知道皇帝说的是哪位炎帝 小妖依旧忍不住问 那位被尊奉为医祖的炎帝 对,就是写了 神农本草经的炎帝 虽然从没见过面 可因为神农本草经 小妖对这位炎帝 还是有几分好奇 默默打亮着屋子 皇帝走到榻旁 指着那个玉石匣子说 这是炎帝生前研究医术的闸记 你可以看一看 小妖不太有兴趣的样子 随口嗡了一声 皇帝说,不管是他生前 还是他死后 世人对炎帝的敬重远胜于我 统一中原后我为了安抚天下士族 不得不祭祀他 可说心里话 我不服 但来到小月顶 无意中发现他生前的闸记 仔细看完后 我终于承认我不如他 至少过去的我不如他 小妖,我平生只信自己 炎帝是唯一令我敬重 敬佩的男人 小妖诧异地看着皇帝 很难相信雄才伪劣 自负骄傲的皇帝 能说出这样的话 皇帝说 神农本草精 在你脑中几百年了 不管你背得多么滚瓜烂熟 不管你能治愈多少疑难杂症 你都没有真正懂得它 你别不服气地看着我 等你看完这些 会明白我的意思 小妖不禁打开匣子 随手拿起最上面的一枚玉剪开始阅读 这一看就看了进去 连皇帝什么时候走的 小妖都完全不知道 从下午到晚上 从晚上到天亮 小妖喂吃喂睡 一直在看 炸鸡的开头 炎帝写道 因为长白草 变药性 发现自己中毒 她开始给自己解毒 炎帝条里分明地记下了 她服用过的每一种药物 因为要分析药物使用前的症状和使用后的症状 炎帝详细记录了每一次身体反应 手足无力 呕吐 五脏脚痛 耳鸣 眩晕 抽搐 心跳加速 半身麻痹 口吐白沫 炸鸡精炼 没有任何感情的流露 小妖看到的是一个个冰冷的字眼 可那背后的所有痛苦 却是肉身在一点点承受 刚开始 小妖不明白 写下 神农本草精的人难道连减缓痛苦的方法都不懂吗 可看着详细的症状记录 她明白了 不是不知道 而是炎帝不愿用 她想要留给世人的 就是每一种药物最原始的反应 让后来者知道他们会造成的痛苦 到后来 炎帝应该已经知道她的毒无法可解 可她依旧在用自己的身体尝试着各种药物 不是为了解毒 只是为了能多留下一些药物 能缓解心脏脚痛 却会导致四肢痉挛 可以减轻呕疼症状 却会导致亢奋难眠 可以治疗五脏疼痛 却有可能导致失明脱发 在这些冰冷的字迹后 究竟藏着一颗多么博大 仁爱 坚毅的心 一代帝王 甘愿承受各种痛苦 只为了留下一种可能减缓他人痛苦的药草 神族的寿命长 但漫长的生命 如果只是去一次次尝试痛删 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 这些炸剂只是炎帝中毒后的一部分 大概因为没有时间进行反复试验和确认 神农本草经没有收录炸剂中的药物 神农本草经中的每一种药草 每一个药方 每一种诊治方法都详尽确实 那究竟需要多少次反复的尝试 多少的痛苦 多少的坚持 才能成就一本神农本草经 小妖看完炸剂 呆呆坐了很久 才走出了屋子 皇帝静静地看着她 小妖说 我错了 我从没有真正看懂过 神农本草经 以前总听到人说 神农本草经是炎帝一生心血 她听在耳里 却没有真正理解 现在终于明白了 她清漫的不是一本医书 而是一个帝王的一生心血 皇帝点了点头 错了 该如何弥补 小妖回答不出来 皇帝说 炎帝来不及把最后的炸剂整理出来 她肯定不在乎我是否祭祀她 如果我能把这兜分炸剂整理出来 汇集百姓 才是对她最好的祭祀 但我不懂医术 皇帝拿起锄头去了田里 小妖盘西坐在阔下 静静地思索 傍晚 枪炫来看皇帝和小妖时 小妖对枪炫说 我想学习医术 枪炫诧异地说 你医术不是很好吗 小妖说 我只是投机取巧 小妖学习医术走了一条鬼境和捷径 为了杀人才经验各种药草 靠着神农本草经 她治疗某些疑难杂症 比很多医术高超的大医师都厉害 可基本功她十分欠缺 一些能简单解决的病症 她会束手无策 甚至复杂化 给病者带来痛苦 所以 她并不是一名真正的医师 小妖在银州岛行医时 就发现了自己的这个问题 但她一直没往心里去 反正她又没打算去普及世人 她看不好的病 自然有人看得好 今日她开始直面自己的问题 最后决定不破不立 忘记脑中一切的知识 从头开始学习医术 枪炫问 你打算如何学习医术 我命赢来教你 小妖摇摇头 现在的我还不配让赢来教导 枪炫道 不管你想怎么做 我都会支持你 执义城中有官府办的 专门教习医术的医堂 枪炫海下令凡宫廷医师 必须轮流去医堂授课 小妖戴起帽 让自己变作一个完全不懂医药的人 去医堂从最基础的一步步学起 小妖不再睡懒觉 每日早起 去医堂学习 皇帝也每日早起 土纳养身 照顾药田 翻看医书 小月顶上的一老一少过着平静的日子 每日 风雨无阻 枪炫都会来小月顶陪皇帝和小妖用晚饭 也许因为经过好几年的试探 枪炫明白皇帝已经真正放手 并没有想做国君的国君的打算 也许因为经过好几年的经营 枪炫已经真正掌控了整个轩辕 不需要畏惧皇帝 他不再像以往那样 把朝堂内的事件件都说给皇帝听 只有真正重要的决策 枪炫才会和皇帝说一下 大多数时候 枪炫不提正事 不提紫金宫 和皇帝谈谈土地与水 询问小妖今日学到了什么 学堂里可认识了新的朋友 可有什么好玩的事 枪炫有时候用完饭就离开 有时候会留得晚一些 陪小妖乘凉档鞦签 帮小妖做些琐碎的事 或者和小妖去凤凰陵内散步 小妖觉得 她和枪炫之间一切都好似没变化 砖顶依旧是她最亲的人 可一切又不同 自从她回到神龙山 枪炫从未让她去过紫金顶 也从未让她去过上原宫 她其实被枪炫隔绝在她的生活之外 对此 小妖倒没什么意见 反正现在的她已不需要她 寒来蜀网 时光流逝 小妖已经在一堂学习了两年医术 下午 小妖从一堂走出来时 看到风龙等在路边 小妖笑走过去 今日又有空了 风龙笑道 我送你回去 这两年来 风龙在旨意时 就会抽空来小月顶看小妖 陪皇帝聊聊天 等枪炫到了 四人一起吃顿晚班 小妖到小月顶后 星月只来过一次 因为皇帝 小月顶无形中成了众人回避的地方 尤其星月 大概因为她从出生就在轩辕城做质子 皇帝在她心中代表着死亡的威胁 她对皇帝的畏惧伴随着她所有的成长记忆 即使如今她已成为轩辕国的王后 明知道皇帝已经不会威胁到她的生命 可那种成长中的畏惧早已深入骨髓 星月每次见到皇帝都会很不自在 所以 星月一直很回避见皇帝 如果她能做主 她真恨不得立即把皇帝赶回轩辕山 那唯一一次的拜访 星月非常拘谨 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风龙和星月截然不同 风龙一出生就被赤水族长带到了赤水 在爷爷的呵护中无忧无虑地长大 虽然长大后 她明白了皇帝令他们一家四口分居三地 但明白时一切已经结束 她也许愤怒过 可她对皇帝没有积怨 更没有畏惧 甚至她对皇帝有一种隐隐的崇拜 这不涉及感情 只是男人天性中对强大的渴望 就如一头猛兽 对另一头猛兽力量的自然竞服 其他臣子因为避嫌 都和皇帝保持距离 一国无二军 他们生怕和皇帝走近了 引起枪炫的猜忌 风龙这人精明的时候 比谁都精明 可有时候 他又有几分没心没肺的豪爽 风龙从不回避皇帝 反而借着小妖 时常和皇帝接近 他喜欢和皇帝聊天 从异族的治理到书上看来的一场战争 都和皇帝对论 皇帝的话语中有智慧 风龙愿意 从一个睿智的老者身上汲取智慧 这样的机会 许多人终其一生都不可能有一次 而他因为小妖 可以有无数次 小妖和风龙回到小月顶 风龙立即跑去找皇帝 他兴冲冲地用水灵凝聚了一幅地图 排出军队 兴奋地和皇帝说着他的进攻方案 皇帝微笑着聆听 待他讲完 随手调换了几对士兵 风龙傻眼了 时而皱眉沉思 时而兴奋地握拳头 小妖摇头叹气 他十分怀疑 风龙每次来看他 不是想念他这个未婚妻 而是想念皇帝了 小妖不理一老一少 去傀儡前练习扎针 枪炫来时 风龙还在和皇帝对论用兵 枪炫笑瞧了一会儿 走到小妖身旁 看小妖扎针 大概因为练习了多年的剑术 小妖把射箭的技巧融入了针法中 她用针的方法和医师常用的针法很不同 虽然只是个傀儡 小妖却当了针人 丝毫不敢轻忽 一套针法练习完满头大汗 枪炫拿了帕子给他擦干 有些心疼地说 宫里多的是医师 你何必在这些细枝末节上下功夫呢 小妖笑了笑道 白日专心做些事情 晚上倒能睡得好些 你的失眠比以前好了 自从开始专心学习医术 比以前好了很多 虽然还是难以入睡 可从梦中惊醒的次数 却少了很多 因为睡得好了 心痛的毛病也大大减轻 枪炫的眼神很是复杂 小妖这病是阴紧而起 虽然他现在绝口不提警 可显然 这么多年过去 他依旧没有忘记警 风龙看枪炫和小妖 站在个傀儡前叽叽咕咕 嚷道 陛下 你勤勉点行不行 没看我在这里和外爷商讨行兵不振吗 虽然有我在 肯定轮不到你上战场 可你也该来学学 枪炫走过去 指挥着士兵 不一会把风龙困死了 风龙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 枪炫不屑地说 很小时 我已经跟在爷爷身边学习这些了 爷爷把他打过的仗 不管几十人还是几万人的战役 都和我重演过 当年正是神农和轩辕打得最激烈时 我站在爷爷身旁 聆听了轩辕和神农的每一场战役 好多次 爷爷带着我去看战场 他说 只有双脚站在尸体中 双手感受到鲜血的余热 才会真正珍惜自己的士兵 风龙的表情十分精彩 羡慕 嫉妒 恼怒 到最后又很同情枪炫 他举着树枝和伴们扮演打仗时 枪炫已经踩着鲜血前进 真实的战争 真实的死亡 即使成年男子承受起来都很困难 所以 士兵多好久 好赌 枪炫却小小年纪就站在了战场上 风龙拱拱手 叹道 帝王果然不是人人都能坐的 珊瑚来饼奏晚饭已预备好 四人坐下后 风龙突然有些不自在起来 他给皇帝敬酒 外爷 您随意喝一口就成 他咕咚咕咚的喝完了 风龙又给枪炫敬酒 枪炫陪着他喝了一碗 风龙又倒了一碗酒 敬给小妖 小妖笑着喝完 风龙气气哀 看到皇帝 又看看枪炫 枪炫不耐烦地说 你到底想说什么 风龙黑黑地笑 那个 我是觉得 我和小妖的婚事该办了 我爷爷还希望能看到虫孙子 外爷肯定也希望能看到虫外孙 小妖的心搁灯一下 好像走在悬崖边的人突然一脚踩空了 她的手不自禁地再颤 她忙紧紧地握着拳头 低下了头 风龙眼巴巴地看着皇帝 皇帝笑道 我没什么意见 你们年轻人的事 你们自己做主 风龙放心了 立即眼巴巴地看着枪炫 枪炫微笑着 拿起酒壶 给自己斟了一杯酒 不紧不慢地喝着 风龙可怜兮兮地说 陛下 您看您都一堆女人了 您也可怜可怜兄弟 我承诺过小妖 这辈子就小妖一个女人 我绝不是有意见 我心甘情愿 只是家里催得紧 我想把婚事办了 枪炫喝尽了杯中的雨酒 微笑着说 这是小妖的事 听凭她的意愿 风龙暗喻口气 一个 二个说得都好听 可这两位陛下 比高薪的那位陛下难缠得多 风龙都坐到小妖身旁 小声问 你觉得呢 小妖咬着唇没说话 风龙和她回来时 一点征兆都没有 可显然风龙早已计划好 其实 风龙开不像她表现的那么大大咧咧 风龙柔声说 你若喜欢住在神龙山 咱们求陛下赏我们一座山峰 反正修气好的那些宫殿总是要住人的 便宜别人还不如便宜咱们 你若喜欢纸意 赤水市在纸意有个大宅子 回头让人按照你的喜好翻新一下 你若觉得这两个地方闹腾 喜欢清静 可以去赤水 赤水城你去过吗 那里很多河 很多湖泊 有点像高新 你肯定会喜欢 赤水的老宅子十分美丽 整个宅子在湖中心 夏日时 接天映日的荷花 风龙看着小妖的神色 小心翼翼地说 你喜欢学习医术 可以继续学习 将来即使你想行医 我也绝对支持 小妖觉得 如果真如风龙所说 生活已经后代了她 赤水城不大不小 美丽安宁 也许她可以在赤水城开个医馆 没有激荡心扉的喜悦 也不会有撕心裂肺的伤痛 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她想说同意 可话到了嘴边 总是吐不出 只能点了点头 风龙问 你同意了 小妖再次点了下头 嗯 风龙乐得咧着嘴笑 挪回了自己的位置 说道 我晚上就写信给爷爷 让爷爷派人去和郡队 陛下商议婚期 正是说完 四人开始用饭 小妖一直沉默 枪炫只是微笑 话十分少 皇帝陪着风龙聊了几句 别的时间 都是风龙自得其乐 自说自笑 吃完饭 风龙不像柱长一样 还缠着皇帝说话 而是立即告辞 兴冲冲地驾驭着坐骑飞走了 小妖走进屋子 给父王写信 请父王帮她则定即日完婚 写完信 小妖召来赤鸟 把信剪辑在赤鸟腿上 刚放飞赤鸟 枪炫一手把赤鸟抓住 一手握住了她的手 小妖一问地看着枪炫 枪炫问 你真想清楚了 小妖道 已经订婚 迟早都要嫁 既然风龙想近期完婚 那就近期完婚吧 枪炫说 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别人 小妖笑起来 说老实话 你手下虽然人才济济 风龙也是数一数二的 难得的 是她性子豪爽 对男女情势 看得很淡 肯迁就我 当年我和她订婚时 你也说过不可能再有比她更好的人了 枪炫沉默 小妖叫道 哥哥 枪炫说 我不想你嫁人 她的手冰凉 指尖微微地颤着 小妖拍了拍她的瘦 我明白 你不明白 枪炫垂眸看着自己的脚尖 眼中满是哀伤和绝望 小妖说 我真的明白 当年 你和新月完婚时 我心里很不痛快 觉得你好像被新月抢走了 从此后 我只是个外人 枪炫猛地抬眸 目光迫切地盯着小妖 我成婚时 你难过了 小妖自嘲地笑 点了点头 当时真的很难受 焚得就像本来 只属于自己的东西 被人给抢走了 后来才知道自己小心眼了 你和新月已经成婚三年多 你依旧是我哥哥 并没有被新月抢走 将来 即使我嫁给了风龙 你依旧是我最亲近 最信赖的人 可她要的并不仅是这些 她还想要 枪炫笑着 心内一片惨淡 小妖什么都不在乎 只要求唯一 她如今还有什么资格 她不是没有机会 她比所有男人都更有机会 当他们还在辛苦接近小妖时 她已经在小妖心里 只要她肯伸手 任何人都不可能有机会 可她 为了借助那些男人 一次又一次 把小妖推给了别的男人 轩原成步步危机时 她得到了景的帮助 来到了中原 神龙山重重杀鸡时 她得到了风龙和景的联手支持 让整个中原都站在了她身后 等到她不需要借助他们时 小妖却把心给了景 把身许了风龙 轩原成时 明知道景深夜仍在小妖屋中 她却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明视着大荒的地图 哭作到天明 紫禁鼎时 明知道 小妖去草澳风丝会景 通宵未归 她依旧 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憋着一口气处理案读文书 通宵不睡 最危急时 明知道小妖答应嫁给风龙是为了她 她却什么都做不了 彼时的她 自保都困难 口口声声说着喜欢她的女人 连她的面都避而不见 可小妖为了她 答应了嫁给别的男人 枪炫把小妖的手越抓越紧 赤鸟不安的鸣叫 挣扎着想逃生 皇帝突然出现 叫道 枪炫 枪炫和小妖都看向皇帝 皇帝异常温和地说 枪炫 放鸟离开 枪炫缓缓松开了手 赤鸟震翅高飞 向着高星的方向飞去 小妖揉了揉自己的手腕 说道 这事是比较突然 枪炫做事真是太冒失了 枪炫转身就走 声音阴沉 她冒失 她比谁都算得精明 小妖看枪炫消失在云霄间 困惑自问皇帝 枪炫和枪炫有矛盾吗 皇帝但笑 君王和臣子之间 永远相互借助 相互忌惮 小妖欲言又止 皇帝道 没什么可担心的 风龙是聪明人 他会为自己谋求最大利益 但不会越过为人臣子的底线 这世间 但凡能者肯定都有些脾性 枪炫既然用它 就要容它 为君者 必须有这个气量 小妖叹道 等成婚后 我还是去吃水吧 这里的确是太闹腾了 皇帝微笑着 轻叹了口气 风龙的确是最适合小妖的男人 她虽然给不了小妖深情 但能给小妖平静安稳的生活 皇帝本来已经离开 却又转身走了回来 看到小妖歪靠在窗前 望着夜色近处 正正发呆 皇帝轻轻咳嗽了一声 小妖如梦初醒 外爷 你还没去睡 皇帝说 我曾让枪炫设法招享九命向柳 小妖不自禁地站直了身子 盯着皇帝 皇帝说 这些年 用尽了计策和办法 她都拒绝了 小妖看向黑夜的镜头 表情无喜也无忧 枪炫把神龙山最北边的两望峰 列为了禁地 守风人都是枪炫的心腹 你应该知道 她为什么这么做 虽然香柳救了你一命 但你不欠她一丝一毫 枪炫去了轩园旧都轩园城 处理一些西边的事情 一连十几天都没有来小月顶 从不来小月顶的新月 却来了小月顶 上一次 新月和小妖见面 还是小妖刚到小月顶不久 那一次 新月离开时 是由礼数周到的 邀请小妖去紫荆顶看她 新月已是王后 她十分享受王后之位 带给她的万丈荣光 她喜欢每个人在她面前低头 连曾经当众给她软钉子碰的异应 都再次向她低下了头 可是小妖是个例外 小妖对她客气礼貌 却没有在她面前低头 新月不知道该拿小妖怎么办 以利益又知 小妖简直无欲无求 以权势压之 她的权势是枪炫给的 紫荆宫里有太多女人盼着枪炫厌弃她 新月很清楚她不能挑战枪炫的这个底线 哥哥已经一再警告过她 千万不要仗着身后有神龙族 就轻慢枪炫 所以 新月只能暂时选择回避 不让小妖出现在紫荆顶 每次新月想起小妖 感觉会很复杂 从小到大 她没有碰到过像小妖一般的女子 小妖不轻慢低贱者 也不迎合尊贵者 她无所求也无所图 新月喜欢小妖 因为小妖和她们不一样 身上有一份坦荡磊落 新月也讨厌小妖 因为小妖和她们不一样 她们所看中的东西到了小妖那里就轻如微尘 新月心里还有一种隐秘的畏惧 她和枪炫大婚时 枪炫一直面带微笑 可女人的直觉让她觉得枪炫其实心情很糟糕 她甚至觉得枪炫的黑衣 其实是她在向全天下表达她的不悦 新婚第一夜 枪炫没有要她 她忍着羞涩 带坐无意翻身 暗示性地靠近了枪炫 枪炫却无意地翻身 又远离了她 用背对着她 新月不明白为什么 惶恐了一夜 一遍遍告诉自己 枪炫太累了 天亮后 她强打起精神 装出满面喜色 去接受众人恭贺 第二夜 枪炫依旧没有要她 新月胡思乱想了一夜 天亮后 妆粉已掩盖不住她眼眶下的轻盈 幸亏白日的枪炫像往常一样待她温柔 众人都想到了别处 离戎场开玩笑地让枪炫节制 别累着了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